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该去完成我的使命了 严谨事关天下苍生 我不能不管 忘了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好不再醒来 说好不再没有你的世界醒来 为什么让你醒来 您好 您好 我的包裹吗 对 你的包裹 谢谢 又要去超市啊 对啊 听说今天上了很多新鲜的海鲜 打算晚上给我老公做一顿大餐 拿手菜啊 谢谢 你老公真是好福气 能娶到你这么漂亮贤惠的老婆 绝对是前世修来的 晚上有空的话 一起过来吃啊 好啊 好啊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好 你怎么亲自去买菜啊 让佣人买不就好了吗 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没关系的 今天天气多好啊 我喜欢出去走走 好吧 你喜欢就好 对了 我今天还有个采访 我马上要出门了 那你记得晚上回来吃饭啊 好 我走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怎么还是不喜欢啊 好 喂 林总 我是欧林 你说 现在我们研究室这边 已经全员取消放假 全力以赴研发项目 但是还是没有进展 还有那个詹姆斯教授 我已经动用了我所有的资源 包括媒体资源 院校资源 还有研究部门的资源 但是还是一无所获 这个城市不大 所有的包裹 都来自于同一家物流公司 你从这条线索切入 尽快给我消息 好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有点可能 这个庄方了 也就是 很多这样 你要偏爾 在哪里 怎么能找到 现在 等你 来 去 好 帅哥 有事吗 收获不小啊 这么多鱼 骂我一些吧 跟你说话呢 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这里的人呢 我差不多都认识 你这张脸呢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看起来比较陌生 所有人你都认识啊 当然啊 那你知道这台车是谁的吗 我的 怎么想一起去兜兜风吗 你的车挡到我的车了 麻烦移开 你这么喜欢吧 你怎么知道我 我一人都认识 你这些什么 你怎么想起来 最近的~! 你怎么会有点离开 我今天想起来 你为什么 não走海洋 我今天很忙着急 你怎么:「我现在才可见» 你怎么会被人 他是 以前 他们 好了 别生气了 不过我也真是佩服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能拒绝我们如此多情美貌的Eva 我还真想会会她呢 你干嘛 还来气我 你到底站哪头的呀 好了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给你消消气 这也差 哎呀 我弟弟真好 娶了你这么个媳妇 东方贤妻 绝非浪得虚名 她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你看你这成语用的 没办法 种族家庭就是这样啊 我爹地呢 是本地人 妈咪却不是 我和查尔斯呢 是同父异母 不过我们两个也算是 从小一起长大 哎呀 我的普通话呀 你就错误错误听吧 别放青椒了 查尔斯不吃青椒的 你不会吧 你也太惯着男人了 有时候对男人就要狠一点 你到底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了 还是算了吧 我可不想打扰你们小两口的二人世界 再说了 你们刚开始在岛上的生活 我就不挡着电灯泡了 我怕我太亮了 把你们俩都口坏了 你还是留下来吃晚饭吧 不过晚饭后呢 好的 吃完晚饭我刷碗 你现在简直跟莉莉一模一样 我以后啊 一定是一个合格的伟大的美女妈妈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莉莉 感谢她养育了查尔斯 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丈夫 再帮我拿下那个菜吧 好 我今天啊 多做几个菜 我有口福了 是不是没吃过麻辣大雪鱼啊 吃了鱼就可以平复我白天生的气了 小伙子 谢谢你的雪鱼 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来 尝尝这些浪米酒葡萄干曲奇 味道可好了 不用了 我也是多调的 不用放在西场 我尝尝可惜了 非常好吃 味道很特别 好 谢谢 好 不客气 通风 这是你最爱吃的浪米酒葡萄干曲奇 怎么样 味道如何 手艺很好 很好吃 这不是我做的 是邻居送的 他们夫妻两个感情可好了 妻子特别喜欢做饭 谢谢 不客气 你看我在你家找到什么了 居然找到了爵士美酒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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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了 查尔斯还不回来的话 我告诉你啊 我就用这个白酒配上你的雪鱼 把它全吃光 你看桌上不是有刚烤好的饼干吗 你就先垫一下 等查尔斯一回来 我们马上开饭好不好 绝不 绝不 听话 哎呦 饿死了 还有水果呢 先吃点水果好不好 不吃不吃 哎呦 我真饿 饿饿饿饿 我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啊 你再不回来 艾瓦就要饿晕了 可不啊 你老婆说了 你要是不回来 就不许开饭 是吗 好了 现在终于可以开饭了 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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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辛苦一天了 尝尝我喂你做的牛排 好 来 怎么样 嗯 好吃 来 你点吃一个 喂喂喂 你们俩够了啊 杂果粮不想让我吃饭了是不是 好 再这样我告诉你 我 我 我告诉你们俩虐他动 帮你盛一些 谢谢 来来来 姐 你也多吃一点 给我们美丽动人的艾瓦 盛点汤好不好 来 谢谢了 尝尝这个排骨汤怎么样 嗯 来 再吃一口 嗯 喝酒 喝酒 干杯 不要老刺激我好不好 喝酒 喝酒 敬你一杯 让你们二人幸福 谢谢 谢谢 好 你 童风 是你吗 是我太想念你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这话中的女孩 与你如此的相似 小子 不得了 如果 어가着 这呢 我会把她的 弥际 这呢 你不可能 不可能 什么 你喜欢 你喜欢 我都要 我都要 走 怎么了 有心事啊 我 童风 我之所以想跟你结婚 是因为我爱你 想要给你幸福 如果你有任何顾虑的话 没关系 我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 据问 我只是觉得 我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 所以常常会感到迷茫 而且更担心 会应付不了未来的生活 所以才会犹豫 但是您放心 我一定会一点点克服的 童风 谢谢你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我失忆的这段时间 真的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一点都不辛苦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只要 能一直握住你的手 再哭我都不怕 来信息了 我看一下 怎么了 没事 又有一个紧急采访要做 所以我要出去一下 今晚 我就让艾巴留下来陪你 好吗 这么晚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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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歡迎大家 这里的一切 好像我的家园 宁静 安详 又充满着变幻莫测的神秘 我已在外面漂泊殆旧 很想回家了 不管看多少次 这里的景色都美得惊人 漫天的极光 真的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美的风景 极光啊 那还真是我们这里的瑰宝呢 不管你什么时候看 都能被它迷住 就像是神的家园一样 神的家园 你看 满天的星星 充满了宇宙的神秘感 神的家园 众人的乐园 神域 奇怪 为什么我脑子里会蹦出这么几个次 我记得 查尔斯上大学的时候 他有一天兴冲冲地跑过来跟我说 他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 这辈子非他不娶 还要带他到这里定居 你看呢这里啊四面临海 北面和东面呢高山环抱 这里绝对是美轮美奂的神之家园 我等了这么多年 最近才看到你的本尊 你知道吗 当年他追你的时候 那狂热的样子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疯狂了 可惜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我却什么都不记得 你不能这么想 你看你出了车祸这么大的事情 但命保住了 谢天谢地 老天保佑 咱们呢 就应该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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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林总 我们这边的分公司 收购了当地的那家物流公司 我排查了客户名单 发现詹姆斯教授的收获地址 是当地的一座温室香蕉庄园 但是因为房产在他前妻名下 所以之前我疏忽了 其实这些资料 你寄过来就好了 没有必要亲自跑一趟 这么远 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 别太累了 没事 我也是实在担心您 顺便过来看看 林总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国 我应该会暂时在这儿住一阵 有什么事的话 电话联络 那您看 我要不要提前接触一下詹姆斯教授 不用了 此事事关重大 我据一下思路 到时亲自登门拜访 既然您有可能常住 是否要在这边 埋动自己的房产 会方便一些 至于交通工具的问题 我也会尽快帮您解决 好 交给您了 不许多 不许多 这一帮您 告诉我 或许多 不许多 这 现在 仿佛这世界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为什么每次看着星空 我的心里总是感觉空唠唠的 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对我无比重要的人 这个人 真的是Chels 你来干嘛 我担心你啊 是吗 人家这么担心你 你这么冷漠 人家好伤心啊 要演戏去找永倩 好吧 我承认 我来这里是因为永倩 我逃过来的 你俩最近不是挺好吗 别提了 他最近天天催婚我压力太大了 所以才来找你 你干什么 你要冲卖我 不是 你 怕了 天底下能收拾你雷耗的吗 也只有我永倩了吗 你别这样 我好不容易跑出来就是想亲你两天 你放过我好不好 好 给你个任务 你说吧 我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给你当牛做马的准备了 其实我要给你看的是这个 这个女版钢铁侠就是厉害 护林办事也太高效了吧 她一出马没有搞不定的 对 怪不得 这教授一直在庄园里面搞研究 所以外界才没有她的消息 这周庄园举办一场聚会 欧蕾已经拿到了邀请了 怎么样 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跟我一起去会会教授 放心 以舞会专业PK 我一定会用咱们力创科研人员的人格魅力 以及专业精神 感动教授 让他帮我们解决燃眉之急 希望如此吧 没问题 等会儿 我买个东西 又买什么呀 艺术细菌又发作了 你好 能帮我帮你吗 你好 哪里的女人画画画 你意思是 那女人画画画的 是的 我恐怕它已经购物了 我将它们继续 帮我客户 我喜欢这个画画的 所以,如果我付更多钱,我可以帮忙吗? 我们在这间团图有一定的质量。 我们会承计的账战,而不是账战。 你能帮我帮忙吗? 除了购买是想要帮忙,我没办法办法。 那么,你可以请我帮购买一个电话吗? 我可以试试。 无论多少钱。 我可以试试。 谢谢。 谢谢。 什么名画,这么不惜代价? 好,这是童风。 是的。 画画已经完成了吗? 谢谢。 我对不起。 画画是一个交易账战。 我充满,我会不会卖。 好,谢谢。 谢谢。 怎么了? 居然有人看上了Cherles定制那幅油画,想要高价购买。 那画中的女孩明明就是你嘛。 再说画的本身又不值钱,还高价购买。 这也太诡异了吧。 好,难不成有人对画中的你一见钟情呢? 别闹了。 我跟Cherles决定举办婚礼。 这是他送我的油画。 所以这幅画对我们来讲是意义非凡的。 无论多少钱都不可能卖。 对,你们的婚礼一定要在我的状元举办。 到时候呢,铺满花毛羹,还有白色的玫瑰。 你穿上漂亮的白婚纱, Charles牵着你的手,想想就完美。 行,一切都由你跟Charles决定吧。 反正呢,你们的婚事我要亲自操办。 酷炫时尚,让这儿的人好好见识见识。 什么叫酷炫风?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好的。 Charles。 你怎么了? 看上什么世界名画了,至于如此失落。 要是不行明天直办艺术馆,看上什么直说。 你不会明白的。 不就是一幅画吗? 还是樊高画的不成。 心知所向、身知所往。 得了吧你,还心知所向、身知所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是说你比我长得帅 比我受欢迎吗 这几句话都没错 你到底去不去 我去 我认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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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你 我前几天跟她有个争执 这是冤家陆宅 没想到她是教授的女儿 你好美啊 静静 谢谢 干什么去啊 不见调说了 我现在就去啊 你私闯民宅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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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你应该感谢我 刚刚替你解围了吗 我可是在帮一个 闯入我自己家的陌生人 如果你需要选鱼 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去掉 你究竟想干嘛 今天来的宾客大部分我都认识 你那份请柬 可是被公关公司临时塞进来的 干嘛 友谊接近我 有什么企图 我叫林彦 这是我的名片 我在找詹姆斯教授 我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 滤创生态集团公司总裁林彦 是的 你刚才跟我说 你对我父亲的研究很感兴趣 不仅仅是很感兴趣 我甚至连他所有的文献都读过 我非常认同教授的观点 而且 我也非常崇拜教授 这就是我父亲 半年前他已经去世了 你来晚了 真可惜 詹姆斯教授的研究 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失去他 是全人类的损失 真的吗 可是其他科学家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说我父亲是疯子 他的研究毫无价值 他们都错了 詹姆斯教授是对的 你是第一个认可我父亲的人 你们的性格都一样古怪 他要是活着的话 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我对詹姆斯教授的研究 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我是否有机会 可以看一眼 我手上没有他的任何资料 可惜了 不过 我知道他的手稿 还有笔记在哪儿 吹歌 试姆斯 回来了 你还没睡啊 看你脸色不好 是加奔累了吗 我帮你放热水 洗个澡吧 怎么了 同风 不管我有多辛苦 只要我能见到你 只要我能这样抱着你 我就知足了 我这不一直都在呢吗 童风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我们现在的生活 霍林 目前项目有了新进展 雷昊远下也在这边 如果顺利的话 可以立刻投入研究 请你配合雷昊 请用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实验室 请相关人员过来 这么迅速啊 时间不等人 明白 请你配合雷昊 请用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实验室 请相关人员过来 我最终的彩虹 剩下的红颜 我自己也给大家做 赢了 空楼 把红颓下的�子 我看她 但我每次都会 赢了 让当他赢了 他已经远租了 但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 我们还是少见面吧 事成之后 我希望你信守你的承诺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 我一定给你 童风 童风 这儿呢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 是我父亲生前所有的研究资料 恰恰 帮我整理一下呗 你呀 为了吸引帅哥的注意 就这样把教授一生的心血 拱手奉献出去了 这也算理由之一吧 其实呢 我也是不想让父亲的研究成果 就此埋没 我可是考察过那个男人的背景了 非常靠谱 虽然我对父亲的研究 没有任何兴趣 不过现在 既然有人愿意为他证明的话 用他毕生的研究成果 造福事件 作为科学家的女儿 我也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 真的就只是这样吗 当然了 谁又能拒绝那么一哥大帅哥呢 花痴 看看看看 帮我参谋一下 你看 看 没兴趣 全世界的男人在我眼中都没有 赵尔斯帅 那当然是我弟弟帅了 不过这个灵魏呢 他是不一样的风格 帮我参谋参谋 看看看看 赵尔斯帅 跳 i 赵尔斯帅 那可真是没谁了 我是太有眼光了 等我把林叶拿下 到时你和查尔斯举办婚礼 那个时候四个人就可以同行了 艾拉 我今天会帮你尽快整理好 然后明天我要收拾房间 我就不陪你去了 那不行 你要陪我去一定得陪我去 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呢 你自己去吧 童风 你是好童风 你是天使 人美心上啊 你就不想见见你未来的姐夫 姐夫 这么快就认定了 那是啊 遇到对的人 一定要把他抓了 而且紧紧不放 真是服了你了 行 那就今天赶快整理 然后明天陪你一起去吧 但真的是好多啊 这没个头绪怎么开始啊 你女婿告诉我今天 她说你很忙 但是你怎么有时间 去拍摄的图片 是的 我挺忙 但是我仍然想 给我妻子 一个大惊喜 你很好的男人 我认为她会很开心 谢谢 你怎么把他也打扰 嗯 你们说吧 你先给他 去吧 行 不然 你不再带啊 南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息家 那样子你真的是太闲了 还念起诗来了 我感慨一下吧 欧林打了电话 说实验室已经准备就绪 相关人员也已经在路上了 今天收到资料后 你就立刻开始工作 你就是资本家 你也不能这么残忍啊 我们说好是来度假的 好 既然你说我是资本家 那我就来核算一下 你这几天在这里的花费 好说嘛 我好好工作就是了 去个洗手间 快去快回 那个 就是那个 怎么样 比资本上帅吧 还行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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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